哈啰 台灣的各位 我剛抵達 看起來張家基地 這裡是海拔 大約5400公尺 登山女神約炮已婚婦霍霜 正攻累結175張圖 反擊秦門踏戶 希望有些順利老天賺過的 希望能夠把她們一起 再度帶上去 29歲登山女神曾格爾 貝京市世界紀錄 認證為全球最年輕 無氧燈K2的女性 登山自立僅有3年的她 10月4號更協下世界第八高峰 麻納斯魯峰的無氧俗潘世界紀錄 5號卻被周刊爆料 她在8月登山回國時 不惜違反防疫規定約炮 主動邀約誠信 遺婚婦商開放炮湯 搞起步淪戀 對此曾格爾發出聲明 將對報道不實之處 和惡意誹謗者 違請律師採取法律行動 之後附上的鄭公 以前自聞反擊 那一夜我一邊哭一邊截圖 竟然截了175張 一個29歲的女性 為何會看上大塌26歲的大叔 在直見過極次面的狀況下 是什麼樣的情誼呢 其實附上鄭公在18年前 創立公關公司 是台灣公關界名聲響亮的惡魔老闆 他指出曾格爾為了想進時尚圈 曾經特地向他情意 積極表達想把經濟錢給他 並表示很想紅 殊不知啊 連老公也被曾格爾逃路了 最後一次泡湯共宿之旅 讓我的家走上毀滅之路 因為商業攀檔需要很多錢 他看上的是財力和人脈 甚至直接要求我先生給他170萬 他就可以不用這麼累了 曾格爾把自己包裝成女性之光 卻用最物化女性的方式取得資源 甚至用盡心機 直接對我親門踏骨而來 今天天氣超級好 所以有人要陪我一起喝個咖啡嗎 曾經已於九月提告曾格爾 情害配偶權並求償200萬 而曾格爾的爸爸曾國良 則是堅決捍衛女兒清白 女兒發生這件事絕對不是事實 他在生命中已具體交代了 負傷老婆掌握了女兒的訊息 想要毀掉女兒才會有這捏造的事 哪一個男人外面沒萬遇 各位男人講老實話 好相当晚的姿勢 微笑 好感動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昊誠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博英 哈囉大家好 我是國舒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杰 我一直覺得 樹影座跟水平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點看了 快了